滤金的故乡 哇,你们看,那是什么? 阿亥手指着田地上亮亮的东西问 像渔温上趴着休息的乌龟 琪琪仔细瞧了一会儿说 小星怀疑地说 我觉得应该是仙女掉下来的镜子吧 都不像啦 明明就像我最爱吃的生鱼片 哈哈 说明会上工程师正滔滔不绝地 对村民们宣导重店的好处 你们都是诈骗的城团 需要来骗我们土地了吧 阿亥尽不解地小声说 滚回去 我们不要种什么店 托贝亚站起来大声地反对 村民们一言乳意乳地就吵起来了 大人为什么要吵架 回家的路上阿亥一呼地问 阿公 刚刚他们说亮亮的那个是什么啊 那叫太阳南宝 他们想要种垫在我们的鱼体或果园上 托贝亚笨笨地回答 那哪能赚什么钱 而且很危险 真的是这样吗 阿亥满脸的一问 阿亥说 昨天 我阿公说 那亮亮的东西叫太阳能板 是用来种垫的 种垫 我只听过种花 种树 没听过种垫 琪琪回答 小星歪着头问 咦 垫可以用种的吗 我回家上网搜寻看看 琪琪推了推眼镜 想要赶紧找到答案 那我就打电话 问问在台电上班的叔叔好了 小星说 你们快告诉我 什么叫种垫 阿亥拉着琪琪和小星急切地问 这个我知道 网路上说 种垫就是把太阳能板 设立在不能耕作的土地上 就像从地上长出来一样 琪琪一副专家的口气回答 小心点点头 我叔叔说 种垫不仅可以让土地休息 还可以卖垫增加收入呢 叔叔 你也劝阿妈一起来种垫啊 阿亥看了看两人 更疑惑了 第二次找开的说明会上 村长大声疾呼 为了保护地球 全世界都在用太阳能发电 我们不要落伍了 我们一甲地都要全部加入哦 托贝亚仍旧愤愤不平地回应 不让我们养鱼 耕作 叫我们怎么生活 阿亥静悄声地说 村长 我老了 没法子耕种了 我儿子也劝我一起加入种垫啊 可是啊 这个土地被拿去种垫后 还会还给我们吗 村长高兴地回答 能参加最好 他们只是租用土地 而且规定土地面积 一定要超过八分地才能设立啊 那我儿子的土地啊 只有三分地不够大耶 那怎么办啊 阿豪神 你可以跟托贝亚 他们家的土地联合起来啊 托贝亚一听 很不高兴地说 我这儿不要参加了 我的鱼啊 吃得好好了 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最强的寒流袭击屏东 托贝亚在八八风灾后 请全力再富裕的鱼温 遭受了严重的寒害 托贝亚边捞鱼边叹气 哎 老师要客厅吃饭 我一定没钱 我立即继续吃虎了 小孩又没想到回来到三天 啊贷款的钱 我是买咱专兄咧 鱼啊拿起电话 打给阿海的爸爸 阿兄啊 阿爸老啊 这儿会把土地做起 吃醉正丁 赚点生活费 但是这儿的土地 是我们祖先辛苦 一世人才老了来的 我真正希望 你能回来到三天 我回去可以做什么呢 电话的一端 传来阿海的爸爸 忧虑的声音 他们说 能够我们做管理的工作 就能够回 头伯啊继续说 阿海也大喊了 我人也老了 阿兄 等来给我倒三天啦 阿海的爸爸沉默不语 阿海的爸爸 开始在园区工作了 放学后 阿海、琪琪及小星 也会经常来帮忙 每天领的薪水 阿爸就带你去东港 吃你最爱吃的生鱼片 阿爸宠溺的对阿海说 好啊 阿爸 下了几天雨 您要小心一点哦 阿海大声对着爸爸喊 咦?才下了几天雨 太阳能板底下就长出好多菇菇哦 阿海像发现宝藏一样 兴奋的叫了起来 对耶 应该是仙女好心帮蚂蚁车起的雨伞 小星也发现了 不对 菇类最适合生长在阴暗逃尸的地方 不关心你的事 起菇自信的回应 阿海大声对着爸爸喊 阿爸 你看我栽了许多小野菇 可以回去给阿公煮他 阿爸连忙摇着手 有的菇有毒 别乱栽 看着阿海手里的小野菇 阿爸问 你在哪里栽的呢? 就在太阳能板底下 阿海指着太阳能板底下 叫阴暗潮湿的地方 太阳能板底下 阿海的爸爸望着小野菇 若有所思 太好啦 阿海的爸爸突然兴奋的叫了出来 阿海 爸爸真要感谢你 希望我的点子能成功 这条菇生了不错耶 嫁小都不嫁耶 头贝看着菇房里的菇 高兴的笑着说 阿海的爸爸也边采收边说 是啊 太阳能板边发电能卖钱 底下用来养菇或种菜 又是另一笔收入 头贝啊点了点头 原来我们临边 变成绿金的故乡了 还记得影片里头阿海说的 什么是重店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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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